德云社的公子哥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如今郭麒麟可以说在影视圈如日中天 他的学识和教养被很多观众夸赞 很多人都称生子当如郭麒麟 但今天说的却不是郭麒麟 今天说的一位是郭老师的二儿子郭焚羊 和于谦老师的光子于思洋 一个放不下卵云平 一个卵云平束手无策 作为德云社副总的卵云平 在德云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观众们也对卵云平有着浓厚的兴趣 慢慢的才发现 卵云平原来也不是一直板着脸 特别是在参加完德云斗校社之后 鸾潘潘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卵云平自己也表示 在工作中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但是在工作之余 潘潘其实并不是一个严肃的人 不工作的时候基本没有严肃的时候 工作起来比较严肃 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和人设 就是特别板着脸不会乐的一个人 但是接触时间长了就知道我是一个并不严肃的 作为郭德纲的爱徒卵云平 可以说是郭德纲家里的常客 在德云斗校社中 师娘王慧就曾给卵云平打电话 问卵云平什么时候上家来 而作为郭德纲的徒弟余思阳 也是郭德纲家中的常客 慢慢的 于思阳和卵云平也建立了友谊 郭德纲在节目中就曾爆料过 于思阳小的时候 经常喜欢跟成熟女性聊天 三四岁就喜欢和二十五六岁的女孩聊天 特别是漂亮的 有一次在墨尔本演出 郭德纲吓唬于思阳 再跟姐姐聊天就打卵云平 于思阳听完之后 哇一下就哭了起来 后台一众人员都去哄他 劝道是否能放弃一样 于思阳抽叶着说 哪头都放不下 相对于于思阳对于卵云平的放不下 郭德纲的二儿子郭凡阳 可以说让卵云平有点束手无策 在等于是二十五周年的专场演出中 卵云平鼓动郭凡阳带着桃子 给郭老师送过去 众所周知 郭德纲因为剪着一个桃心的发型 所以粉丝也亲切的称呼 郭德纲桃儿 送完桃子的郭凡阳 想带着爸爸一起下去 可是没有拽动郭德纲 害羞的藏在郭德纲的怀里 郭德纲示意卵云平带着郭凡阳下去 但是郭凡阳却没有了下去的意思 卵云平小体格拉了好几下 没有拉动郭凡阳 可能再说本二少怎么能随便你左右 最后没有办法烧饼出来抱起郭凡阳 跑回后台 郭德纲虽然不高 但是六岁的郭凡阳已经不矮了 再加上圆骨骨的小肚 真是难为烧饼了 郭凡阳相信是在德云社里 最让阮云平束手无策的人吧 如今郭麒麟已经长大成人 不需要郭德纲老师操心 二儿子郭凡阳虽然不爱上学 但是从小就是一个喜剧天才 在郭德纲的评书里面 经常出现他的身影 而于谦老师的公子 如今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于谦还特意去学校陪儿子一起演出 郭凡阳经常出现在相声的舞台上 不知道是不是郭老师的有意为之 看到郭凡阳在舞台上撒花的样子 观众们也很开心 郭老师曾说过 郭凡阳长大以后 如果说相声一定是个祸害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实现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